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继续来帮你说明这个Android的 这个Activity跟View 之间的包含关系 也就是 我们在OOP里头 我们刚刚 在上个回合当中 已经帮你介绍了 这个包含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 要以Android当一个例子 当一个背景 来看看 这个包含关系在Android上面 的一种应用 那也就是藉由Android的 这个 关系呢实际的代码 让你对包含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 那也同样的 那你对这个OOP的基本概念更多了解了 那你也可以 对Android的整个结构 会很快速的 去理解 它的这个基本架构 OK 所以呢 当你对这个OOP了解了 那你一幕 你一幕了然的可以看得出来 来Activity跟View Activity跟View 它是一个 一个组合的关系 也就是整体 跟部分的关系 就是 我们在谈的 这个whole part 这个whole part 这个whole part的关系 这个whole part的关系 也就是这个关系 OK写在这里 刚刚没看到 那这就是我们要说明的 那么 我们接下来呢 首先帮你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 这个whole part的关系 那在这里再帮你提醒一下 对象的包含关系 就是表达了 这个整体跟部分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关系 例子灯泡 含有灯芯 还有灯帽 就是 这个灯泡呢 那么 它含有灯芯 也含有灯帽 还有玻璃球 总共三个小的零件 那么书本呢 含有封面 目录以及内容 这个三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呢 要再帮你提醒一下 就是 整体跟部分关系呢 有两种 那在刚刚所提的 这一个关系呢 还有这个关系 都是一种叫做同生共死 就是共生共媚的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 你灯泡破了 就是这个灯泡破掉了 你的灯芯灯帽 玻璃球 可能就当垃圾丢了 这个意思 整个 灯泡 包括里头的部分都被丢弃了 因此呢 在软件系统当中 我们也分成两种 一种是 这种 部分的对象 会随着整体对象 的消失 一起消失 那这个就是 当我们的软件里头的灯泡 这样的一个软件的对象 被 Kill了 那么这三个 小 对象也会被 Kill掉 因为 我们用软件 来表达 这个 自然界的 失误 也就是说在整体部分的组合当中 若这个part P 离开了后 这个 这是 若这部分 离开了后 那么这个整体呢 就不存在了 整体就不存在了 也就是 这个整体呢 必然会有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整体不见了 这个部分也不见了 这边不见了 整体也就 输去他的 功能了 也就是 被毁掉了 所以向着双亲家庭的父母 是不可否缺的 那否则呢 这个整体就不存在了 这种共生共昧的关系 特别称为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就是一种 限制比较严格的 一种包含关系 它限制的部分 只能隶属于唯一的整体 比如说 人的手 比如说你的手 你的手呢 你的手 对不对 只能隶属于你 的身体 只能隶属于你的身体 所以呢 整体呢 拥有权 就Warnership 就这个你 拥有这个部分 的这个Warnership 所以呢 同时这个部分 你整体呢 一样的 受命 基本上 就是 这一个 除非受到伤害 除非等等的 那 基本上 这个部分跟整体呢 它的lipcycle 会 几乎都是 一样的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你拥有你的手 对不对 所以才叫做你的手 那这个手呢 不会是别人的手 所以这种 关系呢 叫做严格的包含关系 因为这个手呢 只能隶属于唯一的整体 隶属唯一的整体 OK 然后这个 在表现在软件上面 就是你的手 的一个软件的对象 跟你的整体的软件的对象 那么 这个你的这个对象 只会隶属于你 这个 你的对象里头呢 这样子 你的对象 如果被kill掉 你的手也会被kill掉 因为他是隶属于他的 OK 那就叫做 你的 这个软件的对象 你的手的软件对象跟你的对象 是 是有共生共昧的 这个关系 OK 再来我们看一个例子 就是说 脚踏车或自行车 那他的轮子 他的轮子一般 是一个黑色的 这个叫做组合 叫做composition 就是严格的组合关系 一般来讲 大部分 这个脚踏车坏掉了 轮子也就坏掉了 也就丢了 对不对 但当然 有比较特殊的这个轮子会把它拔掉 出来用在背的地方 但是这是比较特别的 那大部分 都是 这个轮子呢 都属于这个脚踏车 那么脚踏车如果 这一个 坏掉了 或是丢弃了 一般都连轮子都丢弃了 那这个来讲 就比较明显了 这个汽车跟司机 这个是人 所以这个人 开汽车 那这个人不属于汽车 这讲过脚踏车的轮子 不会讲这个汽车的人 当然 我们会讲汽车的司机啦 但是 anyway 这个人呢 是可以换的 人是可以 开很多种车子的 今天开这个车子 明天开另外车子 后天开那个车子 所以呢 这个司机呢 并不是这个人呢 并不是 这个 专属于 这部车子的 不是专属于这个车子的 所以这个叫做aggregation aggregation 这个就是 叫做 aggregation 就是这个 aggregation 这叫比较 不那么的 严格的关系 所以你看看 限制比较不严格的包含关系部分 可以参与两个整体 譬如说 一个严裁的员工 可以任职于好几个公司 一个学生 可以参加 好几个社团 那这个都是属于 这种 空心的 菱形 aggregation 所以他 不会以他共生共媚 这种关系称为 aggregation 好再来 这个司机对汽车而言就是 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没有人认为司机是汽车的一个零件 因为汽车报销了 司机还存在了 因此司机 仍然是汽车的一部分 但是 在空 空间上 汽车的对象的确包含了司机对象 等等的 但是 他 不是 这一个 隶属于这个 汽车的 再如 Android有linear layout 的对象 以及button 对 layout 也是一个 聚合关系 两者呢 并不是共生共媚的 当我们不需要某个layout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原来的button 把它 拿去放在别的layout里头 所以呢 他可以继续加到其他的layout 所以基本上 他不是共生共媚的关系 他只是一个 继合的关系 OK 我们再来看 Android的contact 在Android里头有layout 那么layout呢 就像什么 就像这个 我们讲这个戏剧呢 像经济呀 还有洋人的 毛剧呀 等等的 还有春节的联欢晚会 等等的这个木 这个木呢 有点像就是layout 然后呢 上面这个layout里头呢 会有很多的view view好像是舞台的演员 对不对 那这两个都是目前的 都是 在画面上可以看得到的 那么背后 还有一个协助者呢 叫做contact 那这个contact呢 是大家所熟悉的 就是activity 扮演这种幕后的角色 那就是 我们在谈Android的contact的概念 所以呢 在整个Android的结构当中 有这个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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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view呢 里头呢 这是我们看过的这个结构 view里头呢 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 这是灯 然后 灯的组合叫组合灯 有没有 还记得吗 这是灯的组合灯 或是这是铅笔 这铅笔盒 有没有 啊 等等的 那这个 我们看过的这个view 但是呢 它被包含在这个contact里头 被包含在contact里头 那 在这里头呢 啊 这个 这个view 会被放在 这一个contact里头呢 那它是 黑色的菱形 组合的关系 组合的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 既然Android继续建立这contact的 一个体系 那 所以它有两个体系 OK 所以应用的 设计者呢 就可以继续衍生出 更多的子类 就基本上 它的一个结构 就是 有个 前景 那这个就是 Layout 有没有 这就是刚刚讲的 Linear Layout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是两个半年的 这是一个木 这是一个角色 这是前景 OK 好 然后 现在呢 对于这个菱形呢 就暂时不要去管它了 反正 我们基本上 就不要太在意了 它是不是零黑色的 还是空心的 好 那因为 这个在软件里头呢 有时候呢 这个 可以有两种互换 就有一个模糊的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太斟酌于这个 我们关心的 就是一个组合关系 好 能不能互相沟通 那么 至于呢 这个 是不是共生共媚 我们就暂时不要太理它了 所以呢 这里呢 这里是零形 还是空心的零形 我们就不要太 太care了 OK 好 那我们 现在来看的就是 这里头呢 是 这个 一个contact的呢 然后负责呢 很多个view 就是所以呢 他是 1 对 好多个 好多个 这样子的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其实呢 这个content呢 其实activity呢 其实呢 他是 也是包含content 也是包含这个 Activity呢 他里头呢 是包含了这个content OK 然后 这个content呢 再包含这个view 这样子 所以Activity 就透过这个方式呢 掌握了 这个整个view 整个view的 一些事件的处理 然后这个就是 组合的部分 这个是 我们讲的叫集合的部分 这就是灯 这就是组合灯 那这个是远远 在这个 舞台上面的 这个幕 然后这是很多种远远 有这一种 这个很多种远 OK 好 那 这就是一个android的一个体系 好 那 这个activity呢 里头呢 就是 就是 有个含有一个contact 含有一个content 这是 一个 通常来讲是一对一 是一对一 OK 一对一 好 那这个 content呢 有时候呢 是and 对一 因为他可以把contact 把它抛给 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 我在activity1 跟2 或者是说 Activity1 那么 跟这个service 跟这个service 沟通的时候 那么 他会把这个contact 抛给对方 或者是说 让他也 对应到这个contact 也就是说这个一个contact 可以同时间 所以这里是 标准的 这是一个空心的 就像一个学生 可以参加两个社团一样 就是 一个 一个学生 可以参加两个社团 OK 所以这个contact 可以给不同的activity 来处理 那 这个处理的意思就是 要处理这边的事件 所以这边的view呢 因为user会去按这个 UI的事件 所以这个事件呢 会把它 传给这个 这边来处理 会传给contact来处理 这是一般的事件 OK 这是 这个是 事件 比如说你按了一个button 按了一个button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信息呢 传到activity 在这边 来处理 OK 好 那么一旦衍生出myactivity 跟myimagebutton 就是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扣充的 也就是继承的 我们上次有提到过 我们有对button 来做扣充 这是 产生质量 那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是 针对activity 产生我自己myactivity 一旦衍生出这个 两个子类 两个子类就可以来诞生对象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诞生 myimagebutton 对不对 我们可以诞生我们自己的这个imagebutton 对不对 然后 会诞生 可以诞生两个button 但是这里头呢 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有一个this 有一个this 有一个this 所以这个this呢 这个this呢 就是把这个 content 也就是myactivity的对象参考 传给对方 也就是 把我们这个对象 的参考 传给对方 OK 那就建立出这个content跟view双向的关系 也就是说 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个关系 是已经定好了 所以这个把它继承下来 因此呢 这个 我们这个就可以包含 这个 就可以包含这个 就可以包含他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这个是 妈妈 这个是 小孩 所以呢我们就 这个由 在这个妈妈这边 来new 小孩的对象 然后呢再把妈妈的指针 传过来给小孩 因此呢 小孩就可以 指向他 OK 是这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意思就是包含 这个妈妈 他会包含好多的小孩 但是 所以呢他在创建小孩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 把自己的指针 传过去 把自己的参考 传过去 让对方可以指过来 因此呢 他就可以把message 把这个事件 把这个事件 刚刚这位所看到的 把这个事件 就可以传过来啦 就可以把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 把它传过来 就可以把这事件传过来 OK OK 就是事件 往这边传 OK 把它传过来 那就是 把这个contact 就是目前的 my activity 对象的参考值 就是this 传递给这个 新建的 这一个my image button 因此呢 建立出contact 跟view的一种双向关系 就是建立出 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这里 所以呢 他是 这一个my activity 他是继承的content 他是content的角色 其实他是里头包含一个content OK 好 那这一个 他就创建他的时候 那么 他就把 因为创建他的时候 会把这个 这一个的 参考会传回来给 activity 所以activity 用一个 小便量来把它存起来 在这里 这是my activity 他就用一个小便量 把它存起来 因此呢 这个小便量 就指向了 这一个新的对象 好 那也就是刚刚这边在 回忆一下 就说他是叫my image button的 构造室去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把这个对象的指针抛回来 放在这个小便量vtn1 那vtn1 就是指向这一颗 所以呢 他把这一个 创建一个 一个image button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 对象的指针抛回来 他就把他放在 vtn1 所以vtn1就指向 这一颗对象啦 然后又把zs传过去 所以zs这边 就会掌握到zs 所以他就指过来 所以建立了 双向的关系 就是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建立双向的关系 OK 这个动作 他 妈妈把这个小孩的 参考传过来 然后呢 这个妈妈把自己的参考传给小孩 所以那就建构了 双向的关系 那也就是 如果用空间来看 那也就是妈妈 啊 这个创建一个小孩 对不对 创建小孩的时候 那么 创建的好了之后 他就小孩就把 这个 就把小孩子的 这个 参考 传回来 放在 这个vtn1 因此呢 vtn1就指向这个小孩 那么 妈妈也把自己的zs的指标传过去 放在小孩的contact 因此呢 小孩指向这个妈妈 同样的 创建另外一个小孩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做法 他把这个 这个 创建小孩之后 他把 这小孩的 这个 参考呢 传回来 放在vtn2 然后呢 也把例子传过去 所以他一直向他妈妈 OK 所以建立了 双向的包含关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 zs呢 对象的参考呢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 OK 好 那在这里就是 帮你介绍 这以android的例子 好 来帮你介绍 怎么去表达 这一个 这两个之间 的这种关系 那这个关系呢 建立起来之后 双方 就可以互相沟通了 那就是android呢 在这一个实际的代码上面 也是表达了 很漂亮 就是inon this 来建立出 这个 activity 跟这个 image之间的关系 跟这个view 这是这个button之间的 这个母子对象 的这种互相包含的关系 那我们一般称为 父子类别 那但是我们称为母子对象 母子对象指的就是对象 的互相包含 那么 父子类别指的是 类别之间的一个互相继承 的这个关系 OK 好 那我们就 先休息一下啦 待会继续